1月6号星期三 美国国会举行2月联席会议 审议和认证各州选举人团票的同时 特朗普总统亲自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支持者集会 他拒绝承认败选 并呼吁正在国会主持审议会议的副总统彭斯 否决各州提交的选举结果 演讲结束后 许多抗议人士冲进国会大楼大厅 审议工作暂停 特朗普总统周三中午出席华盛顿 椭圆形草坪举行的支持者集会 他说他希望副总统彭斯拿出勇气 否决各州送交国会联席会议的选举人团票 将他们退回各州重新认证 我希望迈克能做正确的事情 因为如果他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们就在大选中获胜了 迈克拥有这样做的绝对权利 特朗普还表示 如果彭斯不这样做 他会非常失望 根据美国宪法 作为参议院主席的副总统 可以让否认拜登赢得大选的议员 发表抗议 但他并没有权利否决各州提交的认证结果 美国国会周三下午1点 举行参众两月联席会议 审议各州提交认证的选举人团票 完成本次大选的最后一个步骤 彭斯在会议开始前执行国会 宣示支持并捍卫美国宪法 他表示美国开国元勋 并没有赋予副总统单一权利 来决定哪些选举人票应该被计算 哪些不应该被计算 彭斯的声明显示 他不会阻止国会的审议和认证 已知国会两院至少有160多名议员 会在审议中反对承认拜登赢得大选 但由于民主党占众议院多数 在参议院也有共和党籍议员表示 不会支持阻止认证 一般估计拜登的当选最后将会获得国会的认证 自从10月3号美国大选投票结束以来 挑战选举结果的特朗普竞选团队 已经输掉了60场诉讼 而且各州选务当局已经全部认证了选举结果 但特朗普总统周三继续指责本次大选被盗窃 充满欺诈和舞弊 特朗普说 他在本次大选中获得了远比2016年大选 更多的7500万张选校 因此不可能输了大选 同时他指责当选总统拜登 获得比他更多的选票是假的 谁信他得了8000万票 你信吗 8000万张电脑票吧 他的支持者不停地高呼 停止盗窃再干四年 特朗普在演讲中 不仅指责主流媒体是美国唯一最大的问题 攻击民主党要推行美国最后政策 还把矛头指向过去四年 一直支持他的许多共和党人 并点名参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等议员望恩负义 我帮助了许多共和党人赢得选举 我帮助米奇麦康奈尔赢得选举 我帮助了他们中的24个 特朗普说 现在当他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 他们全部退缩了 软弱的共和党人 就是这样 我确实相信他们是 我想我会用软弱的共和党人这个词 特朗普最后表示 集会结束后 他和数千名与会者将游行前往国会 去鼓舞支持他 不承认拜登赢得大选的国会议员 不过 许多支持者后来冲进国会大楼 与国会警察爆发冲突 副总统彭斯也被撤离国会大厦 审议工作暂停 特朗普总统随后发推 呼吁抗议民众支持国会警察和执法人员 维持和平抗议 华尔顿特局市长宣布 将在周三晚上六点实施宵禁 暴力抗争能否划解 国会审议工作能否继续进行 我们将为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